7月22日隆重呈现 高盛开始看好美国经济前景 未来一年衰退可能性已降低 传布林肯未来几周将访华 国务院据证实彭博社报道 债线法影响食物券收益者全美75万人或失去旧命粮 默克吃药状告拜登政府 斥要价谈判是政治欺骗 面对产油国采取减产新措施 能源情报署调高油价预测值 第42条政令失效 边境见平境 无证移民入境人数锐减7成 宝培婴儿躺电 曾被大批召回 近两年又发生小孩夭折悲剧 聚焦今日时事纵观美国资讯 欢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国 我是主持人小小 今天是6月6号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6月6日 华尔街著名投资银行高盛集团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分析师们认为未来一年 美国陷入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已经降低 在这份报告中 关于美国陷入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高盛集团把相关的主观判断下调到了25%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3月 硅谷银行倒闭后不久 高盛曾预测美国陷入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为35% 研究人员列出了两个导致美国经济衰退可能性下降的原因 一是国会与白宫达成了一项关于联邦债务上限的两党协议 二是美国银行业所面临的压力 对美国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影响非常有限 报告解释说 更为重要的是 我们对基本情况的估计更有信心 即今年银行业的压力只会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增幅的0.4% 因为区域银行的股价已经稳定 损款外流已经缓和 贷款规模保持稳定 并且贷款调查表明 未来的收紧幅度会非常有限 高盛集团的报告指出 劳动力市场中的大部分新闻仍然是积极的 研究人员解释称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美国能在失业率保持在3.5%的 这个非常接近新冠疫情前水平的同时 又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 该报告写道 目前在我们所偏好的劳动力市场平衡指标中 每一个数据都已经大幅扭转了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的状况 但大多数指标在达到2%的通胀水平之前 仍然有一段路要走 高盛集团的分析师补充说 虽然对抗通胀的进展仍未达到预期 但指标显示 通胀将很快开始回落 考虑到供应链情况改善和租金价格下降 高盛集团的分析师预测 今年12月 美国通胀率将下降到3.7%的水平 6月6日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 国务卿布林肯计划未来几周访华 与中国高级官员会谈 尽管目前两国关系依然紧张 但拜登政府希望美中恢复高层沟通 布林肯原计划今年2月份访问北京 但在美国宣称发现了所谓中国间谍气球后 突然单方面取消了访华行程 知情人士称 布林肯访华的确切时间仍不确定 6月6日 国务院拒绝证实布林肯的访华计划 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说 该机构并没有需要宣布的行程 布林肯之前取消的对华访问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 最近一段时间 美中两国的高层接触有所恢复 6月5日 国务院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 与中国官员进行了坦诚的会谈 上个月 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秘密访问了中国 美国商务和贸易高级官员也会晤了中国商务部负责人 白宫与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近日达成了提高联邦债务上限的协议 涉及到了食物劝福利 一些联邦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的受益者被强制要求工作或增加工作时间 预算和政策优先中心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 这个变化可能导致全美近75万50岁至54岁的成年人失去联邦食物援助金 联邦农业部的补充营养援助计划 每月为低收入个人和家庭提供购买食物的资金 该计划已经对大多数年龄在18岁到49岁的五子女成年人提出了必须工作的要求 根据该计划 这些食物劝受益人在三年当中只有三个月有资格领取福利金 除非他们符合某些资格要求 这包括能够证明他们正在工作 或者参加每周20小时的职业培训 如果他们属于豁免类别 例如如果他们怀孕残疾或有身体或精神状况使他们无法工作 他们仍然符合领取资格 上周刚完成的联邦债线立法提高了这些要求的适用年龄 从18岁至49岁扩展到了50岁至54岁的五子女受益者 工作要求将逐步按年龄实施 从新法出台后90天起 从50岁开始 适用年龄将在2024年扩展到53岁和54岁 这些新变化只在收紧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福利所汇集的范围 以减少相关开支 这是众议院购和党人在本次债务谈判中的核心诉求之一 6月4日众议院议长加州购和党人麦卡西 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 把扩大工作要求的内容称为债线协议中福利改革的胜利 他说我们提供的福利是让人们重返工作岗位 这是我们寻求的核心 不过一些专家担心 这些新变化可能对那些需要援助的家庭产生严重影响 预算和政策优先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伯伦认为 债线立法中新变化令人不安 他指出你无法通过这些变化来平衡预算 更不用说偿还债务了 另一方面 你将影响多达75万需要食物援助的低收入 美国中年老人 尽管各州食物银行和慈善组织可能介入 试图弥补被削减的食物券福利 但食品研究与行动中心相关部门的负责人 乌林格称其他资源无法完全填补这个空白 他指出食物银行提供一顿饭 食物券提供的援助会多8倍 专家还指出 缺减食物券福利可能带来其他挑战 伯伦说 食物券旨在为那些可能难以找到工作的人提供支持 而扩大工作要求可能使中年老人更难获得支持 同时他们在试图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遭遇歧视 沃尔林格认为 削减食物券福利最终也会损害经济 他说 在经济低迷时期 食物券每支出亿美元 估计会产生1.50至1.80美元的经济效益 而且这项福利有助于支持农业部门 卡车运输业和超市就业 6月6日 制药商默克把拜登政府告到法院 指控联邦医疗保险 依据降低通证法对老年人药品溢价 是政治欺骗 这是制药行业削弱该项目的首次努力 默克当天向联邦地区法院提交了一份 措辞严厉的诉状 把药价谈判过程视为骗局 等同勒索 该公司指责联邦政府 采用违宪手段 把私有财产用于公共用途 而不给予合理补偿 违反了宪法第五修正案 默克的诉状称 联邦卫生部迫使制药公司签订了一项协议 以比药品每日收入高出数倍的每日消费税 将威胁规定制药公司提供药品原价25%至60%的折扣价格 默克要求法院阻止联邦卫生部强迫它按照该计划达成任何降价协议 并宣布先前被迫达成的任何协议无效 该公司认为 联邦医疗保险有关药价谈判的新权力 违反了该公司的言论自由权 其诉状称 降低通胀法迫使它参与了一场政治欺骗 把该计划伪装成公平的价格谈判 根据降低通胀法 卫生部可选择10种药品参加第一轮价格谈判 这些药物将是联邦医疗保险第部分花费最多的药物 并且没有仿制药竞争 联邦医疗保险第部分是一项覆盖老年人通常在药店购买药品费用的计划 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中心 并于9月1日公布一项被选定参加第一轮谈判的药物清单 生产这些药物的公司面临10月份签署 参与谈判协议的最后期限 默克预计其他治疗二型糖尿病的药物将参加谈判 财务文件显示 默克去年从该药获得了28亿美元的营收 默克估计其畅销的癌症免疫治疗药物和另一种糖尿病药物 可能在随后的谈判周期中被纳入该计划 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时间表 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将于2024年2月1日 发出第一轮价格谈判的初始报价 该部门称制药商有30天的时间接受该报价或还价 谈判将于2024年8月1日结束 随后CMS将于9月公布降价清单 卫生部称这些报价将于2026年1月1日生效 6月6日联邦能源部上调了对明年美国石油和汽油价格的预测值 理由是沙特阿拉伯和欧佩克加采取了新措施来限制石油供应 联邦能源情报署当天调降了对2024年全球石油产量的估计 原因是沙特阿拉伯决定削减石油产量 以及欧佩克加同意延长减产期限 由于产油国供应减少 能源情报署称 预计油价将面临一些上行压力 特别是在2023年末和2024年初 根据分析 对油价的短期影响将是温和的 与5月份的预测相比 今年下半年 美国和布伦特原油价格预计将上涨2%左右 能源情报署预测 第三季度 美国汽油零售价平均为每加仑3.41美元 仅比5月份高出2.7% 更大的影响将在2024年降临 能源情报署把明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 美国油价预测值分别上调了11.4%和14.5% 6月6日 国土安全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自从5月11日 特朗普执政时期出台的第42条证令失效以来 美墨边境的无证移民 入境人数已从创纪录的高点锐减了70% 白宫对此表示欢迎 据统计 自5月12日以来 美墨边境口岸每天约接受3700个未预约的申请 其中3400个由联邦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受理 不到300个由现场操作办公室处理 从5月12日到6月2日 国土安全部根据拜登政府第8条证令的授权 已把38400多人遣返回80多个国家 其中包括单身成年人和移民家庭成员 这里包括1400多名来自古巴 海地 尼加拉瓜 委内瑞拉等无证移民 根据第8条证令的授权 他们先被遣返回墨西哥 在美墨边境历史上 这是墨西哥政府首次允许在边境遣返 非墨西哥公民 国土安全部官员说 截至6月1日 联邦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已经把预约人数扩大到每天1250个 6月6日 联邦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 自2015年以来 婴儿用品生产商宝培出品的婴儿躺垫 已与至少10名婴儿腰折有关 大约两年前 该产品曾被召回 但随后又发生了新的婴儿死亡事件 2021年9月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收到多个婴儿窒息的报告后 召回了330万张婴儿躺垫 当时的数据显示 该产品与2015年12月至2020年6月发生的8起婴儿死亡事件有关 6月6日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重新发布的报告称 在2021年召回后几个月内 又有两名婴儿因使用该产品而丧生 研究人员发现 这款躺垫的设计意图是在婴儿醒着 并有人监护时使用 但如果婴儿在上面睡着 就会面临窒息的危险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今日美国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并订阅美国中文广播电视频道 获得更多精彩内容